最近免費的遊戲玩多了來玩一下先前付費 買下來但是還沒玩的遊戲吧 這個遊戲叫混亂大冒險 是Steam特價的時候我買的小遊戲 不知道在玩什麼啦 我看他便宜我就買了 現在就來玩玩看吧 蛤 這什麼啊 全部都沒有解鎖 他還可以切換螢幕大小雖然看起來是香樹的遊戲但是 可以切換還不錯啊他有繁體中文可以過 這個是 這到底是什麼遊戲啊 蛤 這不是小朋友下樓梯嗎 我的天啊我花了多少錢買這個小朋友下樓梯啊 該不會只有50塊而已吧 好懷念喔 這個小朋友下樓梯是 是我什麼時候玩過的 國中嗎 還是 對應該是國中 國中時期的遊戲耶 我的天啊 真虧他們可以把小朋友下樓梯做成 做成Steam的付費遊戲 而且好像 好像還蠻有創意的 不同於以前的小朋友下樓梯 他多了怪物可以踩 我可以從這個 右邊過來左邊 這樣不怕不用像以前小朋友下樓梯一樣直接被擠死 這個還 還不錯嘛還不錯的設置 而且整個畫面 你們不覺得這個這個畫面很簡潔很乾淨很俐落嗎 我就是喜歡這種風格的遊戲 如果他不是小朋友下樓梯的話或許 或許評價會更高吧 如果對小朋友下樓梯還是有著那個 以前小時候玩那個廉價遊戲的那種 那種 那種感覺 他可以花50塊解鎖 解鎖 那個什麼 一條命 感覺還不錯 我希望這個音樂不要有版權 不要有版權攻擊 不然我就回去了 我到達終點 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會死 其實玩久了還覺得這個遊戲還蠻歡樂的 有趣 但是他不知道有幾個關卡 我看他解鎖那麼多人物的話 關卡應該不少吧 唉唷 機關 我都不敢直接下去了 我的天啊 被蟲咬死了 我操 我賺那麼多 現在才49個硬幣而已 我等一下出去看看這個遊戲要賣多少錢 砸死了 我直接跳出去看好了 要賣45塊錢 那如果我當時是打折買的話 我估計 大概只有二三十塊而已吧 還蠻 還蠻便宜的 有點意外 不過這個遊戲確實 也只值這個價錢 如果說他要再貴的話 可能人家不買單 他小朋友下樓梯 遊戲怎麼會這個樣子 小朋友下樓梯也拿來賣錢 但是我可以跟你們講 這個小朋友下樓梯他是有 有創意的 也就是說他的關卡是有特別特別設置 而且玩法 也比以前的小朋友下樓梯多樣化 所以他如果 價錢位在 二三十塊的話 是可以接受啦 我是覺得 已經可以買了 如果是原價45塊的話 我覺得 可能就有點略貴吧 貴一點點而已他也沒有算很貴 其實來說的話 他又有繁體中文 他又有繁體中文 然後再加上他玩法也有變化的話 我是覺得還可以支持啦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遊戲是不是國產 這我就不知道了 講著講著我就一直死 我現在是快要過關了沒 看到了看到棋子 其實關卡都不難 但是 玩久了以後就會覺得 還是有一點點千邊一律 我不知道他後面會做什麼 不一樣的變化 我們看看吧 我們看看吧 好 我找不到一條狀態的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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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